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頻道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講俄羅斯 他們的聯邦安全局發佈了一則新聞 就說他們阻止了一起針對克里米亞半島 指派的行政長官 一起叫做動手事件,就拘捕了一個人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暗嘟行動 俄羅斯當然了,2014年就拿了克里米亞 看看俄羅斯官方的聲明就說 這件事就說是由烏克蘭的特務部門 插畫就是針對克里米亞 行政首長叫阿洛斯洛夫 就說這個計劃 被俄方挫敗了 他們安全局也發了聲明就說 被拘留的嫌疑人是一名 1988年出生的俄羅斯公民 曾經被烏克蘭安全局官員招募 聯邦安全局就說 艾爾人是在他匿藏的地方 拿了一些叫做菠蘿類似的裝置 的時候,即是拿了裝置 在動手時就被捕 2014年舉行的公投之後 莫斯科當局就從克里米亞 拿了一個政權 應該從烏克蘭手中拿了克里米亞 基庫當局和西方對這次公投就說是騙局 國際上是沒有承認克里米亞是 俄羅斯的領土 近幾個月,克里米亞半島經常 遭遇一些空襲 俄國就 指派官員 但是那些官員也成為了 烏方的目標 莫斯科當局就說 這些都是烏克蘭人做的 這樣說 說到克里米亞 扎尼斯基是有話說的 扎尼斯基接受CNN 訪問時 刻意提到克里米亞 因為他就說 現在瓦格納 兵變普京 那麼軟弱回應 證明了 普京已經是失去了 對民眾的控制 根據他北上 莫斯科的人不是很多 只有五千人 他只有五千人 失去控制是一小撮 現在瓦格納集團 在白俄羅斯 沒人知道 戴灰雄 白俄羅斯的 總統 努卡申科 究竟他 將來 會怎樣呢 怎麼對這個 瓦格納集團 當然 將來怎麼對他 我相信 取決於普京 怎樣對他 看看努卡申科 當然 有些人就說 努卡申科 現在完全不怕普京 夠膽壓制過來 因為他們 就說 努卡申科曾經說過 普京想 搞定 普利哥津 但是我 擺平了 這些話 會不會是他自己搶功 最搞笑的 平時就不信 白俄羅斯 不信俄羅斯人 一說到 對他們有利 或者 他的支持者 想聽的時候 就說 這個大灰雄 努卡申科都反普京 反在哪 我想問 原來 澤連斯基 就說 在這個 亞格納集團 兵變當中 我們看到 普京反應 他很脆弱 軟弱 首先 烏克蘭人看到 普京並沒有控制一切 亞格納 進軍 深入莫斯科 他說拿下一些地區 這件事 而且很奇怪 那麼容易 拿下一些地區好像沒有 他自己沒有說過 他自己也 他說 那個地方 記得 有個地方他不是說控制了 軍事的大廈 很快 俄軍就拿回 說明了 他就說 阿格納集團那麼容易就做得到 普京其實沒有控制俄羅斯各地的 局勢 沒有控制到 阿格納集團那麼容易控制到 你又控制不到的 你又反攻不到的 是的 你的兵力應該 不會比阿格納集團差 是的 你又控制不到的 他就說普京曾經擁有的所有 權力現在崩潰 在 普利哥津領導的 阿格納兵變當中 其實普京的政權是面臨空前的挑戰 有沒有挑戰有 但是不是空前呢 那麼 一些 俄羅斯人 就為 僱傭兵是歡呼的 我們看回原來 6月24日 當作有阿格納首領 的車離開 剛才我說的城市 敦河半羅斯托夫 有人是歡呼的 但是 這件事就很搞笑 有些西門說歡呼是歡呼他離開 但是 澤尼斯基就說是歡呼 他們是北上抗俄軍 這個 叫做正規軍 但是沒有人是 訪問過那些人 是不是叫做各自解釋 這些叫做 是呀算是 澤尼斯基就說 烏克蘭情報顯示 克里姆林宮 現在是抗衡 對普利哥津的支持 一半 一半俄羅斯人 是支持阿格納首領 以及 僱傭兵的兵變 一半好像不是 不是呀 他們之前不是有份民意調查 不是呀 每個人都覺得 阿格納集團是兵變是不對的 如果一半俄羅斯人的話 應該半個俄羅斯人都在對抗普京的正規軍 或者說說不夠力 你是不是又想說心是支持呀 應該說了全部 全俄羅斯人都支持阿格納集團 心呀 心支持 對 澤尼斯基的專訪 其實 是一個關鍵時刻進行的 不單是普利哥津兵變 未遂 而且 烏軍反攻 這個CNN都說烏軍反攻是緩慢推進 剛才 你講得那麼脆弱 但是為什麼這麼慢呢 全國都對 根據你的說法 是正在反普京 為什麼你推得那麼慢呢 為什麼他不是兵敗如山倒呢 是 烏克蘭反攻的情況 其實是 CNN是被西方盟友嚴格觀察 他肯定的 一直都嚴格觀察 因為擔心他 但你說他會不會做過頭 我相信不會因為他暫時沒有那麼實力 原來CNN就說 一位美國官員告訴CNN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欣絲 日前訪問了基辅 並且 跟 扎尼斯基還有烏克蘭情報局舉行了會談 扎尼斯基訪問當中 亦說看到媒體報導他和白欣絲會面 令他感到驚訝 他就說我和中央情報局 的溝通在幕後進行 是誰放出來呢 沒有理由是 俄羅斯放出來 你都可以說是他的間諜 證明了你留 還是美方有人放出來 老實說我覺得是美方有人放出來 你記得之前白欣絲 也是秘密訪問中國的 也是美國的媒體 中國從來沒有說過 那些媒體 其實為什麼呢 我相信 是放風側面給壓力 給烏克蘭 其實我是有去的 你不要忘記我有去跟你說過什麼 扎尼斯基說我們討論的重要事情 就是烏克蘭 需要什麼 以及烏克蘭準備怎樣行動 白欣絲當然是一位 資深的美國 官員 已經成為拜登政府和基庫 當局之間值得信賴的對話者 這是 薩尼斯基說的 並且 在我戰爭當中多次 是 前往 烏克蘭 薩尼斯基說我們 沒有來自中情局的任何秘密 因為我們關係很好 我們的情報是互相交流 這個肯定 跟白欣絲的 這個會談內容 記者說 大愷說什麼 他說內容很 直接 我們跟局長關係很好 我們在交流 我告訴他 我們需要什麼 其實我也猜到是 我要什麼 在戰場上需要什麼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其實都是拿東西 我相信就是 不屬於前部之類的交流 不屬於 美國官員也說 白欣絲 是在雅加勒集團 兵變之前去基庫的這件事 並不是討論的話題 這個薩尼斯基 亦說普利哥津的反叛 極大影響了俄羅斯在戰場上的能力 這句話你就是在打念 因為現在西方媒體都說 你的反攻是緩慢的 你就說極大影響了俄羅斯的戰力 但是 為什麼你還是推進得那麼慢呢 別人可以這樣問你 是不是 雖然 這個烏方的反擊 重點是拿回 南部和東部地區 但是 這個 扎蓮司基就向CNN說 為什麼你說這個克里米亞 因為他說他最終解放的目標是克里米亞 有段時間才打完澳戰爭 說真的 很困難 我們之前也說過要拿回克里米亞 打遊戲 裡面最困難的關卡 最困難的關卡 比那個關卡更困難 扎蓮司基也說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沒有克里米亞的烏克蘭 雖然 他承認 你沒辦法想像 很久了 這四年 都這麼多年了 九年了 雖然 現在克里米亞在俄羅斯的 佔領之下 但是 意味著一件事就是這場戰爭 未結束 未結束 未結束會怎樣 記者又問他 克里米亞 最終是否會回到 烏克蘭壽中 他說是 又問他 是否可以沒有 克里米亞都在實現和平 這樣就不是勝利 好像白菲所問 他的意思是 沒有克里米亞情況下是否實現和平 其實記者已經很軟轉地說 是不是 拿回烏南和烏東 沒有克里米亞都叫做停戰 他就說那些不叫勝利 OK 是的你可以這樣說 那不就有時間才勝利 對嗎 早前還有中國駐 歐盟大使 他亦都說北京是不反對 把克里米亞歸留給 烏克蘭 這件事 亦都很正常 其實 中國對於主權的永遠都很小心 你看到他永遠都很小心 記住 中國是沒有承認 鄧涅茨克和勞金斯克 都是沒有承認克里米亞的 為甚麼 因為如果承認了 人家就會說 台灣我們可不可以承認他的國家 所以這些東西他是很謹慎聰明的 傅聰當然就是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接受訪問時 就說中國 不反對 烏克蘭的要求 即是將14年被俄羅斯 吞併的克里米亞交給烏克蘭 其實這件事也是跟習近平說的差不多 習近平說要 退回到1991年 獨立的土地 即是包括克里米亞 OK 究竟甚麼時候呢 應該 比較困難 真心說 很困難 還有你的大反攻 是否包括要向克里米亞動手 他之前說是的 他之前說是的 但是最後這個現實 我相信都是要很長很長段時間才實現到 謝謝各位 拜拜